作曲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胡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69集 今天跟大家分享给工厂推出的鬼屏障 它属于Samurai Series武士系列 之前的G1的警车 它这次附了几个贴纸 贴纸的话我们可以贴在车子的侧门 就是这一代 我最后是贴的警示厅 你可以贴其他的 你可以自由做选择 然后这款玩具应该是我目前 应该说近期玩过铁工厂的玩具里头 让我觉得变形体验算是比较差的 直接讲得很难听 因为它身上有许多 各位可以看到这些球形关节非常的多 而且都是比较小 小比例 导致于说它在变形的过程中 其实如果说一个不小心的话 很容易会有掉件的情况发生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恼火的 作为一款武士系列 其实它的Samurai的一个感觉 其实并没有说很强烈 如果要跟我好像应该是近期做的 这个Iron High这个铁冰卫相比 那两个的风格其实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anyway帅还是很帅 特别是这个头雕 依旧是非常的帅气 铁工厂的面雕部分一直都是相当有保障的 那眼珠子的颜色也是很漂亮 那身上的可动的话 给各位做一下 头部球形关节都不说了 手臂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 但是后方的这个零件过多 阻挡的可动还是挺大的 二头肌的话是直接用这个球关 然后代替了二头肌跟手肘的转动 附带的造型手有这个爪形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是直接手里头有一个洞 它有附带一个这个就是日本的那个 这个武器叫什么名字 我不是很清楚 它替换的话 一扭就可以扭下来 那它有附带一把枪 这个枪的话 建议是用这个剑指的这个 有点角度的这个手来拿 会比较好拿 在这个情况下来拿取的话 它的这一块部件 这一块部件 比较不会去干涉到 如果你用正常这种握武器的这个手去拿 可能这个部件会跟手去卡到 这让人觉得很不爽的一点 那即使你即使你即使用这只手拿 它依然很多角度是被限制住的 这一点是让我觉得 虽然它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 不可回避之缺点 但这个枪你又不能把它给拿掉 因为它是车子的尾巴的一部分 所以你必须长期的把它给做一个膝带 那如果把它手臂拿掉的话 我们还有这个握紧的拳头 这是它最标准的一个手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把它换回握紧的拳头 那其他腰身是可以转动了 腰身可以转动 后面的裙甲的话呢 这两片 不见这个地方球关也是比较小 也是容易去掉了 那么宽部的这个球关是很紧的 没有问题 膝盖可以弯超过于90度 脚踝的话呢 也有很好的接地性 那轮胎 这个轮胎在侧边 感觉是稍稍有点累赘 可能全身上下巴 我觉得硬要挑的话 就是这个轮胎的侧边 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尴尬 其他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肩炮 肩炮是可以取下来的 而它有一定的活动角度 肩炮的话呢 好我们就拿下来好了 开始进行它的变形 它的变形呢 有一点点的地方 有一点比较难 那我会跟各位做一个解说 首先的话呢 它的背后呢 这个裙甲这一块部件 这个地方呢 小心地把它往下搓 往下搓为什么我说要小心 因为它这里就是一个球关 你用力拔的话 它有可能会掉 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横的关节 先把它给拿下来 再来的话呢 背包我们把它往后面给打开 这里 往后边打开 往后边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我建议先把这两片部件 先把肩膀往下放 然后这个部件往前面推出来 往前面推出来之后 再把它整个往前面推上去 你看一个不小心 还是把它的头给碰掉了 然后这个变成头领战士了 这一块部件的话呢 往前面先放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防止 直接把胸甲往上推的话 会把头给推掉 但是我还是不小心把它给推掉了 好 这里放到这里之后呢 这个引擎要盖下来 那这个手臂的话 这里的变形倒是没什么问题 首先的话手往下放 那这里有一个组合卡扣把它给扣上去 好 直接了当说啊 铁工厂的变形呢通常是送的 这一款呢 基本上呢有一点点小难度 但是呢 我真的觉得它的变形体验并不是很好 因为它就是太容易去喷剑掉剑了 那这里记得手的话怎么放呢 球关的开口处转到朝外侧 球关的开口处找到外侧 然后拳头的话呢 保持这个角度 好到这边 那再来的话呢 车顶盖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车顶盖的变形了 车顶盖就是直接往下放 那么呢 这个部件 这个部件我们要把它转成 这里 这里样直接往下放 转进去之后呢 这样子推过来 你就是顺势的把这个 车子的一个侧门给拼到侧边来 好 然后往后面推 往后面推的时候呢 这里有一个突破纳的一个结合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转成这个方向之后 直接的往下 摆进去 往下摆进去 好到这边 这个地方的公差算的还可以 但是 就是有时候这个球关会脱落 然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起来 然后这里两处将它给扣上 我们先把这几个地方都给扣上 然后后门这里一样 还有一个突破纳的一个结合在这里 这边一样把它给扣进去 好 上面呢再盖起来 大底上呢 变形已经算变完一大半了 这个拳头可以稍微转正一下 我的建议是转成这个方向 好 大底上车头没有问题 再来我们讲脚步好了 脚步的话呢 看说明书变的话 应该会很痛苦 我跟各位讲解一下 简单的记忆方法 好 推进去 好了 各位有没有看到 球关的一处 两处 三处 对不对 一二三 全部都是朝车底 你朝这样转就对 只是说前提的话 你必须先把这个外摆那一手转一下 然后呢 这个脚 这个地方要把它给一个去跟的一个 往上面推进去 然后呢 就可以放下来 放下来之后 我们就转动 它的 你看到 这个地方就没有朝下 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球形关节的开口住就朝下 这边也是朝下了 对不对 那我们要记得 这一根横杆要把它推到侧边去 推到侧边 因为它推到侧边这里有点紧 好 变成这个形状 看到吗 一处 两处 三处 三个球形关键通通都朝下 然后呢 这里 顺势的把它给 这个卡钩推进去 哎 哎 这个地方不小心爆开了 就是不小心去推到的 因为你的手啊 不小心去 去推到不应该推的地方 它就会爆 爆架 所以这一点是让人觉得很苦 很 倒也不是说它变形很难 而是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失利点 没有什么失利点 所以很容易去推到一些 不该推的地方 好 那这个脚掌的话呢 就是往上面 推上来 那最后的一个车子 有一个空缺就在这里 这个空缺就是用 刚刚的这个武器 把这个部份 我们把这个武器给拆掉 到这边 这个 把它给放进去 然后它两侧 有一个组合的卡扣 OK了 那最后的这个脚底板 把它尽量往上推一点点 然后整个车子的这个脚底 把它往上推 这个调整其实 是需要调一下 但是也没有说到很困难啊 那最后就是把它严丝合缝了 再弄密合一点 好 那么这一款铁工厂的一个 鬼屏障就变形完成 然后它的肩炮 可以扣在顶盖 那它的肩炮 你可以看到它的形状 它是有一个 我会喜欢把它朝外侧一点 这样一来的话 比较不会去跟 它的警示灯有一个影响 OK 这个是它的一个 最终的一个 警车的形态 那侧边的贴纸啊什么的 你还可以再自己做一个补墙 那车形态还可以啊 以如果说铁工厂的各种载具算 送的来讲 这一款没有什么很强的武士风格 它还是一台 警车的感觉还是比较强烈了 那滚动性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你这些部件呢 尽量把它给推 推进来 不要让它去影响到 对 还算可以 至少轮胎什么滚动 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造型是好看 人形跟车型都不来 但是变形也不难 其实还是有点意思 但是就是球形关节实在是太多 容易去把零件给碰掉 这一点会让人觉得有点不爽啊 当然如果你变形很小心的话呢 你手指头都没有去推到不该推的地方 可能变形体验就不会像我感觉 就是感觉比较差一点 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